麥清德的支持度在 30 到 35 之間 他是從 35 往下滑 柯文哲他是在 20 到 30 之間 他是一個比較彈性的狀況 如果他出了大事 他可能會滑到 20 因為他的地板比較鬆動 他不是像民進黨那樣地板是鐵板一塊 天花板也是鐵板一塊 這個長頸路想要冒出天花板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好,那以柯文哲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目前是從 25 往 30 邁進 那侯友宜目前看起來是落後在柯文哲之後 大概是在 20 日加減 5 柯文哲很聰明 他沒有再跟賴清德比 一個森裡面碰到一隻熊嘛 對不對,兩個人,一個人決定跑,一個人決定不跑 不跑的人是認為說我怎麼跑也跑不過熊 可是那個綁著鞋帶要跑的人說我幹嘛要跑過熊呢 我跑過你就好啦 雙方之間是狼有情媚無異啊 國民黨居弱勢嘛 可是國民黨家大業大啊 所以我做了一個比喻 國民黨像是一個家到終衰的窮小開 那麼柯文哲像是一個撿到彩票的爆發戶 愛清德的話我覺得他是一個病奄奄的貴族吧 主持人就問我說怎麼看台灣的這個大選的情勢 我一開始就說這很像諸葛亮的出師表 叫做陳亮言先帝創業未辦而中道崩促 經天下三分一周疲憊 此稱危急存亡之秋也 什麼意思呢 台灣現在就是三分天下 我問了多家的民調公司 朋友也好私下問也好 還有一些內部的內餐沒有對外公佈也好 現在的整個民調情形 我講實在話 我不認為是民調了 因為我覺得民調是這樣 看一份看一個時間不準 多看幾份 把一些極端值排除 平均平均大概就是這個數字 賴清德的支持度在30到35之間 他是從35往下滑 慢慢的滑到了他的地板 他的地板30 再來呢 柯文哲呢 他是在20到30之間 他是一個比較彈性的狀況 就是說他一直在25加減23之間 如果他出了大事 他可能會滑到20 因為他的地板 比較鬆動 就是他不是像民進黨這樣 地板是鐵板一塊 天花板呢也是鐵板一塊 好這個長頸路想要冒出天花板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好那以柯文哲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目前是從25往30邁進 那侯友宜呢 目前看起來呢 是落後在柯文哲之後 大概是在20日加減5 就是說他好一點 有機會衝到25 運氣不好被棄保了 可能會跌到15 我想目前的情況應該就是這樣 嗯 在未來當然還有兩個多月的時間 還有很多可能的變化 特別是國家機器掌握在蔡同學的手裡 還要再讓台灣的其他政治人物或者媒體在垃圾桶撿到什麼資料 那是他可以決定啊 其他人是不能決定的 好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就說了我的森林裡面的熊賽跑的理論 柯文哲很聰明 他沒有再跟賴清德比 他只是拼了命的跟柯文哲比 就是在一個森林裡面碰到一隻熊嘛 對不對 兩個人一個人決定跑 一個人決定不跑 不跑的人是認為說我怎麼跑也跑不過熊 怎麼跑都沒跑不過他 可是那個綁著鞋帶要跑的人說我幹嘛要跑過熊呢 我跑過你就好啦 我跑過你我就活啦 所以現在柯文哲做的事情就是 他並不是想要超越賴清德 而是只要超越侯友誼 在三分天下的情況之下 到頭來他靠著侯友誼的氣侯寶科 他就會贏賴清德 所以他老神在在啊 所以主持人問我說 合不了嗎 藍白合不了嗎 合不了的原因是什麼 我說 雙方之間是狼有情媚無異啊 現在這個狼是國民黨啊 國民黨很希望能夠藍白合啊 對不對 因為 國民黨居弱勢嘛 可是國民黨家大業大啊 所以我做了一個比喻哈 我說 國民黨呢 像是一個家道中衰的窮小開 那麼柯文哲呢 像是一個 撿到彩票的爆發戶 那對於這個郭台銘來講呢 他是一個遊戲人間的公子哥 所以就國民黨或者是柯文哲或者是呃郭台銘 那賴清德的話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呃 我覺得他是一個病奄奄的 貴族吧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他有很好的 呃 的基本盤 但是這個基本盤呢 卻一直在鬆動當中 那主持人就問我說 那為什麼藍白合不了呢 我說 不是藍白合不了 是因為藍白合喔 加不了分 因為從柯文哲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他吃定了國民黨 就算了 那時候就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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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